而且是非常期待到YTG今天的发挥 期待到他们的指挥 落幕啊 队员口中的悟哥 今天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 那么来到双方对阵的第一阵比赛 蓝色方的YTG 以及红色方的AG超完会 看YTG先搬掉百里选策 是 不想放你孟磊有一个很好的 打野核心选择 其实第一个在拿出百里选策 就是孟磊 在这个赛孟磊当时我这个是跟兔子 两人前期打得很好的配合 不过现在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常规伴 看守约 守约 而且期待到看了YTG 今天这一套阵容拿出来 是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出来 其实他们现在这一套体系 我觉得不能说一定是以中路为核心 可能更多是以打野核射手 所以野核上他们自己在 在颁选策的同时也要考虑到 比如纳克露露在二三楼拿出来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你目前来讲 AG搬到李远芳 小G也很擅长就是这手一 是互相针对打野 对YTG来讲的话 其实确实现在在B组的积分不容乐观 他目前的话是积到两分 而且近身分是偏低的 他们如果想要冲出宝级去杀出重围的话 所有的挑战都一定要全力以赴 好好一一化解 是 三班给到米约 不过AG昌会这样上到 雨修和月痕这两点 这两个选手来说 其实对于YTG来说是未知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样一套 这样对方五个人 他们会拿出怎样一些体系 月痕如果上他打辅助位 他一定是辅助位 他会擅长哪些辅助位的英雄 对吧 而且说不准 说不定一直在关门练苏裂 哦 对吧 对啊 真不好讲 如果说一个强势的苏裂 最后一般给到鱼姬 哇 这边这样的话 等于是两个位置 全部给到中路的射手 接下来的话 祝格亮会成为A昌会 一二楼的一个优先选择 YTG这边一楼想要拿到老夫子 并没有选择荒木兰 那AG昌会可以选择 先把荒木兰给洗掉 哎呦 关羽也在外面 那关羽加诸葛亮 是比较温透的一个手 是的 比较稳的两手 对 而且VV的话 已经是在 应该说切一个 关羽不在封神的版本了 屡次尝试 其实效果不能说百分之一百好 有输有赢嘛 稳一点 拿花布兰 我今天VV跟杜的应该说是一新一老 一名新人加一名老将的一个对抗 也是比较值得令人期待 看最终确定吗 花布兰加上重量其实可以 前面其实关羽也是没问题的 就看他愿不愿意来使用 因为还是要如果围绕关羽去搞些事情 还是需要在阵型上下点文章 YTG还是果然拿到DAC路路 落幕的话是拿到了张飞 这两手的话非常非常稳健 就目前YTG整体的 只是他们最近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 这样一套也是他们 应该说前期拿下优势 或者说胜率比较高的一套 这样一个组合 很稳 我们看AG的三四楼 其实YTG接下来拿到张飞之后 应该会补助一手射手 夏天射手位打的也是不错 那最后可以再补一手 孙兵也不吃荆棘 让那个露露和射手位 有个很好的发育 看AG这边怎么来进行针对 鬼谷子词 并没有在像我们想象当中 月痕就还是打得比较顺啊 对 印象中的话月痕会打了偏保护性 再来的话很有可能是打一套无射手 果然 大家不好说啊 看最后还有一手摇摆位 一个C位 一边或者一射手 我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关键他们这样一套阵容拿出来之后 就不太上了 看YTG 这边要把关羽拿下来 但是A战会剩下的一条双边路 还没有出来 双边路 我们来这边打一个双边 这手关羽拿下 中单的一手诸葛亮 中单一手高剑离 高剑离是很适配关羽的一个存在 对 这个要拿高剑离吗 高剑离其实是非常 怎么说呢 已经是跟当前版本隔六连远 那其实就是关羽这个英雄很适配高剑离 原因是可以做一个续航 对 AG五楼 双方都是无射手 都无射 正面硬打起来 这个团 基本上撤退余地 说实话不是特别大 很有可能在前期的节奏上要出一些 应该说要剑分享 而且高剑离的话 我们是在当前版本 大家已经见得非常少 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高剑离在当前版本 虽然他是在 之前的某一个版本当中 已经提高了他四级 大招基础伤害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 需要相当发育的一个中路 才能打出足够的伤害 一旦你开始陷入发育不良 你在团战中的作用 你会变成你是一个坦 你是一个坦克 上去开了大招 二级能留人仅此而已 是 这首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首孟磊的李白 这一局还是期待他的发挥 期待 YTG其实选择高剑离 高剑离其实犹如白乐所说 确实在目前这个版本当中 表现平平 但是他配上关羽之后 正面出到适程之初 我打你一套 就打续航 我会做牵制 让关羽去足够多的绕后时间 是没问题 就这个思路来说没问题 对 而且就大前期你说 一旦给到高剑离 一到两个人头 他可以瞬间起飞 我们看到VV这边 花木兰的胜率 兄弟 11场全胜 是一场未场 春季赛 我们在秋季赛当中 是两场全胜 对 而且就等于是到现在 一共 我算一下 就等于是13场 没有输过 拿出花木兰的场子 没有输过 吓人 吓人 而且在春季赛的时候 也是花木兰 应该说当前是 当时是 版本比较强势的一个版本 试诃 其实已经是几经薛弱 没错 但是现霸这个英雄 还是 没得说 这个标签根本脱不掉 对 这样比赛双方阵容是选择完毕 其实从阵容的一个角度来讲 A级昌会前期的一个阵容机动性 选择很多 因为鬼谷子和李白这两个点 它的自由度特别高 特别高 我可以选择跟你打控制 或者我孟雷的这样一个李白 可以选择打一个比较 比较凶狠的打法 用自己的多段控制打前期 A级会前中后期都有 都有 而且他们现在对于这样一套体系的 应该说练习和实战 应该是越来越成熟 其实我们在 他们这样一套这种可能鬼谷子 因为新英雄 相对而言新英雄 上个赛我们又见到过 但是他们这样一套体系 在上个赛季就已经开始有拿出来 打一个野区的单核 加上中路 应该说是中路复合野区一核 但是当前版本打得越来越多之后 他们是打得越来越纯粹 我们刚刚看到是老帅诸葛亮和孟雷李白的胜率 其实都还是保持的不算低的 特别是老帅 老帅的话诸葛亮已经是从上个赛季的胜率 来到这个赛季要更高 这个赛季诸葛亮出场之后只丢过一场 没错 但是同样看到YTG这边 今天的话茶室要做出改变了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茶 无论是拿到诸葛亮还是拿到孙斌 可能在团队前期的一个节奏上 都是稍微有一点点持缓 但是今天拿出高剑离之后 在前期势必打出更多的职员 而且他们的主动抱团欲望会非常强 因为说白了 高剑离无论怎么发育 还是说前期还是说后期 他终归是一个团战型英雄 是 而且这场比赛YTG的一个阵容 在前期的一个强势点 其实就只有关于艺人 因为张飞你不能说算一个前期英雄 那和鲁鲁也需要一定的经济 不能算 但是H&R这边那个李白 他在前期的一个多段机动性 打出了足够多的控制 是有机会对对方在野区或者线上来进行击杀的 所以这场比赛H&R的一个大前期会稍微好打一些 而YTG这边可能需要稳定发育到高剑里有一定的装备 比如试神之书出来 然后正面在参团会比较舒适 对应该说李白的话虽然前期是有 还是偏刷 但是其实前期有大招的情况下 正面是有一波爆发能力的 可能没有多段进场 但是严格来讲李白还是偏刷 而且看到YTG的话 这一波我觉得他们这一套阵容 有一几个比较值得期待点 我们刚刚其实一方面提到查的高剑里 另一方面还是提到他们边路 这次拿了一个关羽 看一下杜勒发挥非常期待 我们就来到双方对阵的第一局比赛 蓝色方的YTG 以及红色方的AG常会 我是本场的解说 来了 我是狂人 好了 那么也是看一下双方开局啊 都是偏刷 那路路和李白都偏刷的话稳定一点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雨秋的达摩和月痕的鬼谷子 冻查一下对方的一个视野 看一下你是从哪边开 心里有个数 YTG这一波也没有选择强入侵 因为自己的一个阵容在大前期的优势并不明显 控制控制也不多 伤害伤害也不够 这波梦类的发育应该会比较舒适 至少在两分钟之前 他应该不会受到过多的干扰 李白这样一个刷的顺序是直接生死 但是那路路这边有个小细节是 他留了一只边野 留了一只鸟是留给老四组 是的 上路足够多的野怪可以让自己到达四级 就不用着急嘛 分担点 就把经济和经验全部分担出去 双方辅助还是常规在中路的边边位置 做了一个防守视野 是的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孟类的这样一条刷野路线 在到达四级之后对关羽是比较近的 就看他会不会直接想要跟他动手 这边的话也需要刷料嘛 还能蹲一下 约恒也在这边看 这个小野在打掉 哎 如果关羽被拉出来就有点危险 第一段没有控制到 关羽直接叫进化 反应很快 再刷一下 杜洛华其实也是经验很丰富了 可以看这个虽然说是新选手 但是包括在这个清讯营当中 因为当时我记得就是还是有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些表现 在边路 是 然后他的这个经验之下可以刚刚那个位置 把那个位置把那个小野 张飞再来 让位置一个闪现 一个治疗只能帮助自己拖延一点时间啊 这个包军有机会 但是不一定好打 我们看一下 查了话这边已经刺激了 点了一个大招 过来这波抢手是有机会 已经开了 暴军开了 开了 要不要来看一下 打野的话位置比较远 那路还在上路的蓝区 雨秋又赶过来提远 他是要放他 张飞没有大招很难抢 这A枪会把这样一个暴军拉出来 可以规避掉暴军第一次的怒吼 范围性的一个伤害 可以帮助自己减血更少一些 就等于几乎无伤打暴军 这是个小技巧 这跟排位和匹配当完全不一样 排位匹配是一拥而上 对 但在KPL的比赛当中 他更多的是把暴军拉出来 这样一个可以帮助自己 规避掉那种范围性伤害 减少减血 对 对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实我们在打暴军 选手他们也不会就是说 我一拥而上 张张宽奖 我会扎堆扎在这个暴军脸上 疯狂甩技能普攻都不会 他们都会一定有人会看视野 一定会有人看视野 我们来注意一下 A上位这场 其实是有点中前期的一个打法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李白刚 不管是上路干客关羽也好 还是在中路河道 抓死张飞也好 这一手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下路 直接动手 YDG找到一个机会 想要强行把下塔拆下 宇宙被逼交出大招 李白赶过来支援 另一边的跃痕 也在绕后 罗牧塔中一个大招 让自己成功逃生 但是老帅过来 能不能踩住开除减速 减速到罗牧 张飞有点难走 朱布亮一局没局死 但是有被动带来 关羽的话 杜这局想要赶过来 这一波想要赶过来支援 但是走到中路的时候 这波团已经基本上是打不起来 太远了 在留人的话比较危险了 A上位会用自己前期的节奏 还是顺利拿到两个人头 一条暴君 对 查的话现在高震霖前期的 这个团战第一波爆发 还没有打出来过 所以现在团战局势 我觉得不能说特别明了 是 但是如果再这样被牵制下去 就也许再继续被像这样人心 他们的经济可能会被拉开 蓝无限被反 这对于YTG来讲 前期是一个很头疼的情况 他们挡不了 他没法挡 除非说关羽正面 推到一些关键性人物 比如李白 比如朱布亮 难啊 是特别难 很苛刻的一个开团先机 确实 这种就我们所谓的容错率 而且现在杜的关羽 如果想要在正面 帮助队伍打更多支援的话 他一定要放弃一点 就是上路的塔 这个其实是一个两难选择 是的 因为其实VV的花木兰 现在发育起来也是 拿到一个版本强势英雄 你打起来以后比较难受 而且心里不安的是 你边路线没有带好 其实关羽还是会比较有压力 但是越是这样牵扯的话 越犹豫的话 正面越不好打 这局李白的一个打法 偏前期 而且很主动 我们看一下 洛牧在两段 应该是要七套大招 就回去 小智这边 小智打露露起飞 上来的话关羽 关羽这波绕后没有成功 正面因为没有打出来 月恒再一波反拉拉回查 反身一个大招进场 张飞一个怒吼推开 关羽又没有办法进场 大招没有开啊 这一波位置不太好 关羽刚人在左边草丛 张飞这个吼的话 把人往右边吼 但是也没有办法 刚露幕的张飞那个位置 不可能跳到右边再往左边 其实从英雄向性的角度来说 两者相背 张飞去把人 推走 关羽去把人推回来 如果你把人推的太远了 你关羽怎么绕都绕不回来 第二条暴君 不过刚刚正面越横的鬼骨子 那个大招开的速度反应真的特别快 好快啊 刚关羽人出来一瞬间 第一时间开好这个群体围装 没错 关羽直接开大招连续两点 老帅这边直接被带走 但是另一边支持反打 顺瞄两人 哎呦差一点点 还好小智这边又是一个大招 高杰林直接支撑大招 进了但是伤害不太够 孟雷的话血量不多 远和一个闪现二级的带走 二连击破 这边的话小智第三个大招 CD好了跳下来 但是伤害不够了 还是要忌惮一下孟雷的李白 因为如果你再打的话 李白第三个大招可以直接甩出来 对我们就看到刚刚这一波 其实查的高杰林进场位置已经蛮不错了 刚那个位置三个人一起在吃AOE 他的一技能弹的话 对也是在人英雄和英雄之间再来回弹 但伤害确实就不够 他要是 他要是带吸血名为 就带痛 我们看上了小智 差最后一剑 还好走掉了走掉了 这一手杜成功就下 相信这个应该不像是毒奶了吧 这个再要是没有什么技能能够再打死他了 我们看这波杜鲁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开得很 两推都是把重量推回来 直接带走 但越恒这一拉是拉得太好 没错 小智这个大招等于是没有进场能力 是的 这个第二个大招 高杰林没有办法呀 就看着对方血线都差一点点 再一个大招上来 做不死 差点差一点 是 越恒这局的表现目前来说还不错 对很 我觉得目前很好 你看虽然人头拿了稍微多了一点 作为辅助来说不太好 但是他的节奏带动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这一局没错 3-0-1的硅谷的 吓人 前面一波消耗 看一下花木兰的位置 有点深入在蓝bub区啊 也去了防守现在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YTG现在需要做的是 应该是不换血 不好杀 夏天 想主动球战 但是目前雨秋平A 一直在想走 但是一技能正好被老夫子 最后一秒的大招给狂死 但是直接开主宰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主宰打得有点快啊 哇 这波雨秋的阳光 关羽进来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太远了 再推一下关羽得走 这个位子走不掉的话就要出事情 被减速 罗姆张飞跳起来 反身一个大招 吼到两个人帮助队友掩护撤退 这一波不要再追了 要冷静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波的 烈士恐怕是有点难受了 A章会这一波主宰开了非常果断 也非常快 雨秋看到 就自己下面就是一个处于 吸引对方注意力的一个情况 对 我就放开了再打 而且你看到夏天刚刚那个大招 其实就是我们抛开这一波战术不说 但是他刚那个大招时机开的真的特别好 基本上是在他被动叠 叠红的一瞬间我大招出手 是的 那个被动的伤害基本上是打满 2比4 A章会拿下主宰 龙刚刚出来 在打普通的暴军 还没有进入黑暗状态 对对对 摸班车最后一波 打得很快 龙进来了 看一下A章会怎么处理 因为双方都没有射手 在推塔这件事情上面 还是要交给主宰先锋 还是要交给主宰先锋 都是无射手 现在对抗了 现在的话这个蓝被反掉了 没有手下来 这种兵权啊 中路的话先掉 中路抱的有点紧 还是要赶紧往边路分一下 看来A章会已经提前 走位走到了下路 这个位置等于是一先性走位 而且很聪明 我们看到鬼谷子的下路三人士 已经直接蹲在了红的草丛当中 只要YTG这个位置过来守塔 是有危险的 其实现在他们YTG可以不用选择主动出击 等到什么时候痛苦面具做出来 高剑离的伤害起来 我们看下面直接狂到孟磊 反身两下 宇秋想要救高剑离进场 宇秋一拳把两人锤开 能走吗 宇秋学来很惨 直接被高剑离魔琴带走 我们一口吼并没有吼回来 人 反而肚子的血线 闪现直接砍死关羽 短剑形态直接撤出战场 这边的话打了一波一换一 刚宇秋那一拳等于是 怎么说的舍己为人的一拳 他那一拳不把高剑离往回打 那一波伤害可能是有一点点难受的 有一点点吃不上 黑暗暴君 老帅单开 李白这边离的还比较近 但是没有想要过来帮忙的意思 就应该要放弃了 这个黑暗暴君 现在来说的话其实该打 我们还注意一下老夫子下落是有大招的 我觉得今天夏天的老夫子发挥真的是 我觉得还不错了 在这样的逆风当中 其实几波大招开的很果断 刚如果不是老夫子在塔下 大招先定到 梦类的李白 那个位置可能塔是第一时间被拆掉 对 而且还有个问题 就是YTG目前的一个伤害 我们看通路面具出来了 高剑离的下波团战应该会很强 现在2-1-1 对 再出的话再出一个辉月或者帽子 出辉月比较稳一点 帽子是往伤害出 因为辉月会好 上路下路推掉 但这个位置黑暗暴君啊 难守啊 纳路都不在 而且露头了 直接开一张会没有任何的犹豫 这波高剑离没有闪现 应该要抢抢的话有点难啊 下路 拿来比较稳的 纳路上路继续带线 外塔应该能拔 但是黑暗暴君丢了还很亏的 对 在本来打架就伤害有点不够 老帅的注量是做了一套 应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是 适用于优势团 优势对局当中的一套装备 因为他的这个面具只出了一个小 是的 没有出大 后面的话再直接去出这个 后续的法序输出 这样的话其实成型非常快 比你大面具出出来要更快 我们来注意一下目前 鬼谷子的位置 A仗位其实可以随时可以接团 而且目前我们看下梦类的一个装备 气血之刃攻速鞋 然后破甲弓都已经出出来了 直接做成法床吧 虚无法杖 有黑暗暴君buff的一个加持 目前A仗位可以抽的 还有30秒的一个暴君复仇的时间 搞点事情 其实YLG的话在接下来的 就是他们这两个关键装备出完 一个是关羽的这一件输出装 可能是反甲可能是破甲弓 是 然后再加上小智 那可露露的这把破军做出来 下一波团是至关重要 没错 就看一个是中单查的一个发挥了 他们他们因为YLG是没有办法说 我在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运营劣势当中 被你把惊喜拉开差距 一旦拉开到足够大的时候 因为现在已经是4000 已经很大 如果拉到六七千那个时候 你想接团你都接不了 所以下面这一波团 他们一定要主动寻找机会 哎 杜这边关于差一点被花木兰给减速到 一旦减速到可能就走不出来 这个二技能跳的还比较灵动 草丛里看到一个雨秋的达摩 直接一拳加二技能打到半血 雨的花木来的话是到下路防守一下 夏天这边的一个推险 又是一套主宰 我们来注意一下高剑离出道了辉月 这波主宰没有发现 直接让 下路纳克隆路加老夫子两人三二分推 推塔没有节选过去 这个没有点塔 是想要先反红啊反蓝啊 这个位置还有可能被留 VV没有捡到这把剑 我们来注意看一下夏天的位置 再被打出一段剑 阳光闪现没有拉到 没拉到 能走 有没有关羽也是带线带赛带出去 对 一开始先老夫子带 带完之后关羽带 这个就是老夫子加上关羽 这样一个等于是双带线英雄 是 实在团价已经不好打 我可以给你打一带线 A枪会打的也比较稳健啊 并没有就是说一直跟你选择开团 因为也知道你对方高 就你的高剑离装备已经起来了 是 我尽可能的不接你团 前面其实不不能说 YTG的这样一个这种打不好 也不能说他团战打不好 是因为他的一个高剑离装备没有起来 现在已经到达他最强势的一个时间 对 就看他们如何去打后面的一些团战 还是打的非常的稳健 比如说稳健我觉得不如说是慎种 基本上是没有露出破绽 是 但是现在一个带线问题让他们比较头疼 我们看VV的花梅兰要不要再一次回去手下线 我们就要关羽的位置 关羽的位置还非常不错 不行这边这边要走这边要走 如果中路 夏天那个位置已经在带二塔了 再不走的话高地趴时都要丢 二塔利回去 想要强包这个夏天 包不掉 五人全部再往上走 下路的话 那这个是要被放生了 这就很难受了 夏天开出大招 我们都换掉一个 放生了 进野区再入侵一波 尽量把损失降低一点 倒也是为自己拖延了很多时间啊 对 YTG这边可以清掉下路的一个主宰先锋和中国主宰先锋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打法 是 一张会 一张会的话 现在 得想明白一点是正面不接团 有可能是会被带线牵制的很难受 哎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YTG没有把下路那条龙给清掉 关羽要出去吗 我们来看一下 正面这波高地不太好上啊 一个张飞 一个高建立 一个关羽 三个人在正面一波大招的强囊 人家比较强的 想搞事情 但张飞有大招 不慌 一条主宰先锋 没有送进去 张飞去吸引了足够多的火力 先骗张飞的大招 A张会这一波打的也很聪明 没有着急进塔 但是 落幕的张飞也是很沉得住气啊 没有着急开大 这波大招算是憋下来了 骗大招没有成功 A张会想要试探性在高地上 把张飞的大给放出来之后 在第二波兵线在处理过来的时候 张飞就不好守 是 对 关于这个爱因战斧算是出出来了 下一波团很关键 霍姆兰 一个探草丛的一个将位 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洞察到对方的一个蓄意 然后再彻彻 黑暗暴军刷新 但我们看YTG 这个动向有没有想法 不好打 有想法 这一波真的不好打 高剑离这波是有闪现的 我们注意一下 但是达摩这边蓝腰堵截着你 赶紧走 赶紧走这个位置 看能不能追到一个 如果的话没有往前面追 宇宙很聪明 我知道你可能存在要想强 看暴军的几率 我就卡在那个位置 如果高剑离过来 在路上就会被达摩一拳定在墙上 是 所以我先在这个位置站好点 你能看到我在打这个暴军 但是你看不到人躲草丛里面 是 为什么说这个不好打 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两个复活甲 刚刚开暴军的时候 李白还没有买复活甲 但是花木兰身上这个复活甲是早就已经流程庄了 当时身上一万一的经济 特别特别肥 这局VV真的肥 好肥啊 因为他真的就是破语无奈 没有办法 我去处理老夫子弹线 处理着处理着我就肥起来了 对 而且这局他们 这样H商会 其实一直属于慢慢开始蚕食YTG的一个野区经济 让他们发育就越来越难受 但是现在 没有射手这件事情 像高地也是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但是我觉得YTG目前来说 防御塔守的都还不错 我们来注意一下细节 刚刚这边其实边路的那个野怪 血量已经很残了 应该是想要梦雷一个给一个刷大的位置 不还是轻掉了 哎 另一边老夫子捆到了李白 你把二技能躲一下 规避伤害 还是被秒 复活甲站起来之后 两段位移 我们来注意一下关羽的位置 直接老夫子带走李白 正面战场 远痕能不能走 差的还不错 一个闪现进场之后 灰月开启 但是不行 伤害不够了 远痕这个二技能在意了 刘道人正面 打了一波一换三 YTG其实已经打得很稳了 夏天这个老夫子开到李白 先秒掉啊 是查刚刚那个位置 其实进来是开了一波荤月 那个荤月 其实AOE没有打满 因为位置并不特别好 现在的话正面有可能 要被一波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说 但是他没有射手 我们上墙 没有射手 不好打啊 拿回来两人 那个露露一屁股 坐死一个鬼屋子 正面兵线进来 那个露先给一个鸟 看能不能清线 想要强打 有机会 但是先点人头嘛 中路这一波不一定好推 那个露露 死了 风格 站起来正面 直接强点一波 让我们恭喜 AG窗会先拿一分 对不起